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院里呢 快 快去看看 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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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过去二爷娘做得多有不适 让你受委屈受累了 我才今天诚心诚意地制这桌饭菜 跟你喝这杯酒 给你赔礼道歉呢 咱们俩往后啊 就好好处 以后啊 再有什么磕磕碰碰的 也是二爷娘的不适 绝对不喝你们计较 好吧 来 大少爷 我给你倒酒 买上啊 来 酒可以喝 话得说清楚了 这酒是你请我喝的 不是我苏无名利非要喝的 那是啊 来 喝 来 来 茗玉 茗玉 你 你睁开眼呢 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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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睁开眼呢 茗玉 茗玉 你醒了 茗玉 你醒了 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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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二哥在这儿 我让你二哥跟你说说话 茗玉 你劝劝他 茗玉 你听得到吗 说句话 别让你俩担心 周永亮他没死 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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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呀 这 这孩子是不是傻了呀 快 快去井郎中啊 没事没事的 三太太 让她先躺一会儿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茗玉娘 要不这样 茗玉交给我照顾 你们先回去吧 那就拜托你了 你帮我好好劝劝她啊 放心吧 哎呀 这个酒啊 喝的人真难受 火烧火燎的 四妹 我的脸是不是红啊 像个小孩屁个 我跟你说啊 茗玉娘 人家都说这个 喝酒脸红的人好叫 你绝对是个例外 你是真不好叫 我不好叫 我觉得我挺好叫的呀 我两个半心眼 多实在的人呐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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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你脸两个半心眼 人要是有十个心眼的话 你就得有二十五个心眼 哎呀他哪有那么多心眼啊 你说啊 你说啊你啊 苏家顶你最有钱啊 你整天 哎呦我没钱 我哪有钱呢 我穷啊 拿一个小破算吧 天天巴拉巴拉巴拉 谁跟你借钱了 你哭什么穷啊你 是是是是 我是不穷 可我也不是像你说的那么有钱呀 嫉妒心强 是吧 我嫉妒心强 强啊 是不是人家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你这心里就感觉跟蛮你的心一样 你就盼着人家倒霉 盼人家倒大霉才好的 是不是 哎呦 瞧你说的 把我说成什么人了 疑心的 对对对 疑心重 我疑心重 疑心太重了 人家还没怎么着呢 没怎么着你呢 你就先直接下手为强 把人家给暗算了 我暗算了 我暗算谁了 我 我哪暗算你了 你不暗算我 我能暗算你吗 你不暗算我 我能暗算你吗 是你 是你 你暗算我的 你 吵什么吵嘛 暗暗算的 不都过去了吗 咱不是说好了吗 过去的事情不在 你给老子闭嘴 吃 吃屎吃 大少爷大少爷 你别走嘛 这酒喝得好好的 怎么就走 好子个屁 这不是摆得喝好酒吗 我说几句话 他那么多话 等着我呢 我 我说什么了我 就是吗 你看 这也不能怨人家 怨你吗 好了好了 回来回来 大少爷 坐啊 来 大少爷 快快快 害我是不是 没有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大少爷 那个二姐姐 人家从来不喝酒 人家为了你 把脸都喝成这样了 还摆了这桌酒席 不就是为了给你 赔礼道歉吗 说了一些酒话 你也不能这样啊 可不是吗 这酒一喝呀 这脑子就不好使了 大少爷 是是是 我是枯穷 我疑心重 我嫉妒心强 那我改还不行吗 我改 我改 好不好吗 你看你呀大少爷 你怎么能这么对人家呢 让二姐姐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长辈 你别得力不饶人好不好 四妹 你别这么说 是我不好 我不对 我错 是我错 咱们三个都没错 错就错的那个 那个三狐狸 都是他 要不是他 咱们三个能这么斗来斗去的吗 对 四妹说的对 就是那个三狐狸 要不是他 我和大少爷 能走到今天这步吗 三太太 喝点茶吧 我和大少爷 闻姐 我怎么活到这份上了 连亲生女儿 都不认我了 她是在乞投上 过了这个劲 就好了 哪有女儿不跟娘亲的 她是真的伤心啊 她的眼睛是那么冷 都冒着寒气 可总算没出大事 这事还算小吗 那个什么 这笔账算了 那个 都是三狐狸把她给害了 哎 要不这样好不好 咱们三个以后不再斗了 咱们和几伙来一块斗她 对 说得对 我们呀 要团结 我们三个一起来斗她 那咱们三个就和几伙来 一块斗她 咱 咱把她当家人的位置 给她拿起来 那不太好吧 当家人拿掉了谁当啊 她当啊 大少爷是苏家的长子啊 她不当谁当啊 名正言顺 理所当然的呀 来来来来 耳一点啊 耳一点 我跟你说 你这话绝对说的 我心坎了一下 早干什么去了 早让我当这个当家人 我能害你们吗 你放心好了 大少爷 到时候啊 我们一起推举你 好不好 对对对 我和老四啊 一定把你送上当家人的宝座 好不 来 别别别别 二姨娘不胜酒力 咱们不分 咱们一汤带去 是吧 谢谢大少爷啊 走儿 话说到头脸 谁要是变卦的话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六爷给大少爷的自觉 是假的 假的 那真的呢 这可太有用了 有什么用啊 有了这个 大少爷可是死罪 他竟敢把苏家的家产 转到自己的名下 他有几条命也是活不成的 他们就没有办法对付我吗 大少爷让我得罪了 二太太让我得罪了 四太太让我得罪了 现在 就连我的亲生女儿 也让我得罪了 这苏家大院 恨我的人太多 有时候想想 我整个心都是凉的 这些事 在我看来 你呀 早就该停手了 这世界上的事啊 哪有想怎么样 就能怎么样的 你得意了 别人失意了 你占便宜了 别人吃亏了 可是这些 别人早晚都是要要回来的 他们也会让你吃亏 让你占不了便宜 心狠的呀 还会让你倒霉 还会让你活不成呢 这些话 你为什么不早对我说 其实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只是你没有听进去罢了 是吗 你说得对 也许 我根本就不该做当家人 我记得你劝过我 大太太要是不做当家人 也不至于被人害死 可当家人有权利 有权利 就有风险 从古到今 权利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谁得到了它 谁就可以得到尊重 得到财富 就可以做人上人 可是 它也是祸害 说不定哪一天 就把自己给害了 观音菩萨 你可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苏明利这个王八蛋 竟说我的短处 借我的短 说我什么 哭穷了 嫉妒心强了 疑心大 我哪是这样的人啊 不管怎么样 我只是爱钱而已 怎么讲 我也是个好人吧 观音菩萨 大少爷这样欺负我 给他点颜色看看 让他拉肚子 让他吃饭淹死 喝水呛死 掉到河里淹死 被车撞 断胳膊断腿的 反正他气死我了 你就看着办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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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 别难过 永良没死 你娘没有骗你 真的 真的 骗我 我真的没骗你 子桃爷这么说 永良确实还活着 他真的没有死 虎离极 明月 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你知不知道 这几天找不到你 我有多难过 你心地善灵 又活泼可爱 我很珍惜我们两个人的缘分 如果还有来世的话 我希望 我们还能再做兄妹 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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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声音啊 你妈 好像是 有人在哭呢 这样的哭声 连老天听了 都会觉得伤心的 我把大家都召集到这儿来 是有件事情要告诉大家 苏家的当家人 我不做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 这种事情是开不得玩笑的 苏家是闻名江南的大户 祖上的荣耀令人仰慕 可这些年家道中落日渐衰败 如今老爷又不在了 越是这样 就越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 来做这个当家人 本人才出学浅 能力有限 所以我决定让出这个当家人 请一个有能力的 得才兼备的人来做 三鱼鸟你干得挺好的 你怎么不干了呢 我干得挺好的 怎么有那么多人恨我 好了 说说看推举谁吧 那个 我来说两句呗 那个三姐姐她既然不想做当家人了 咱也就别勉强人家了 咱们重新推举一个呗 要我说啊 这个当家人最合适的是大少爷 因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苏家祖上的规矩 名正言顺 长子就应该做当家人 你们说对不对 对对 老四说得对 上一回本来就应该是大少爷做这个当家人的 现在三妹不干了 不是正好 我是说正好有这个机会 苏家的当家人 理应是长幼有序 大少爷贵为苏家的长子 大少爷不做 谁做呀 是不是 对啊 对啊 二姐姐说得很对的 大家同不同意啊 不说话就表示赞同嘛 什么叫名正言顺 那是封建社会那一套 要做苏家的当家人 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三姨娘讲的 德才兼备 秦温大哥 你何德何才啊 何德何才关你屁事 你算老姐呀 我是跟你讲理 不是跟你吵架 苏家是大户 大户人家的当家人 就得举止斯文 知书达理 明辩是非 我也不和你吵 别以为你读了几年书 就自觉了两回起 朱元璋还是一个种地的 不这儿的皇帝啊 凭你要跟朱元璋比 明远 闭嘴 你大哥虽然大字不实景 可是在我们云台镇 好歹也算是一号人物 连六爷见到他 都要礼让三分 有这种威望的人 来当我们苏家的当家人 理所应当啊 让你干你又不干 别说了 明远 你就是在外面 读了几年书 认得几个字 那也是不行的 只有大少爷这样的人 他才可以压得住镇的 有他做苏家的当家 咱们苏家都不受欺负了 苏家是土匪窝吗 如果苏家是土匪窝 这当家人大少爷做最合适了 凭这一张嘴 就能把人骂得怕的 但苏家在江南是名门 祖上的当家人包括老爷都是保学之士 大少爷 大少爷胸无点磨 粗也无礼 若是他做了苏家的当家人 出去跟外边的人交际 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他们凭什么笑 是笑我穿的比他们差呀 还是笑我长得比他们丑 大少爷 你长得不丑 穿的也不差 那我考你一个题 如果你要是答对了 这苏家的当家人就由你来的 说 你告诉我 牌匾上那四个字 怎么念 正好那四个字我认识 怎么念 天道筹琴 天道筹琴 那你告诉我那四个字的意思 你看看我的眼睛告诉我 那行 我的眼睛就看你的眼睛告诉你 天 老大 地就是老二 是吧 他地上长芹菜 他天上就不长芹菜 所以老天就愁没有芹菜 谢谢啊 谢谢谢谢 大少爷 你看看我 太棒了 谢谢 胡怡太 大少爷都已经答对了 那他现在是不是可以 做苏家的当家人了 老四 我不赞同 我也不赞同 我不赞同 你们为什么不赞同啊 那你们要选谁啊 我认为子桃 最适合做苏家的当家人 他 怎么可以啊 他怎么可以做苏家的当家人呢 他为什么不可以做苏家的当家人 子桃读过书 知书达理又见过世面 我认为子桃 最适合做苏家的当家人 这 他是不是武怡太 还不好说吗 轮到谁也轮不到他呀 难道我们苏家没人了吗 就是 他就是 解说 子桃当当家人 我赞同 那 那我也赞同 那我 我也赞同呗 我同意 我不同意 你们怎么了 你们都疯了吗 他是苏家人吗 自从他来到我们苏家 我们有一天安宁日子嘛 一个灾祸接着一个灾祸 你们是想要苏家毁在他手上吗 好 好极了 太好了 他走苏家的当家人 苏家的末日就要到了 你们等着吧 明月 他说得对 我要是做了苏家的当家人 你们就不怕 我把苏家给毁了 小孩子家 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这小孩 什么都不懂 你就是不做苏家的当家人 苏家现在这样也差不多了吧 你们都听好了 紫桃当当家人 我赞同 其他的 没门 就这么着 二姐姐 你说这大少爷怎么事 这儿啊 知道我为什么赞同你了 我就是让心眼看看 你会怎么样把我们苏家 一步一步地高垮 哎呀 这怎么回事啊 不是大家说好了吗 我们推举她当当家人 怎么突然变了卦 她却推举紫桃那个妖女当当家人 这算什么事啊 哎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这不坑咱们 把咱们姐妹俩都给卖了吗 我们一心一意地让她当当家人 她却向着别人 有她这么办事 有她这么干的嘛 二姐姐 我告诉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苏明丽就是为了讨好紫桃 她喜欢她 所以才推举她做当家人的 讨好她 讨好谁也没关系 但是事先给咱们打个招呼吧 这不是让咱们得罪人吗 哎 这 她太不仗义了她 她就不是个人 哟 你们俩说谁不是人呢 嘿嘿嘿 我说你呢 你不是人呢 不是我怎么就不是人了 还明知故问啊 明丽啊 不是二姨你要说你 你真的太不讲究太不仗义了 咱们姐妹俩 拼死拼活 卖了力气 推举你当当家人 你却好 向着别人 这下好了 不用别人来动手 我们就主动的 自己往那个陷阱里跳啊 我赞同五姨太 恶不恶心呢 不恶心 你不恶心我恶心 你恶心说明你傻 你傻 我傻你说我怎么傻了 你不傻你干嘛 赞同五姨太啊 你自己不是人想当当家人的吗 所以说说你们两个人傻 我当当家人 七个人选 有四个人不同意 三个同意 我能当吗 我不当的话让三姨娘当吗 茗玉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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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吗她当吗 所以说让紫桃来当最合适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 她是苏家人嘛 就是因为她不是苏家人 所以我才选她当当家人 她当了当家人 就等于苏家没有了当家人 没有当家人 苏家还怎么约束我们 我们就是自留的了嘛 所以我跟你说 别老吃瓜子 吃着脑袋瓜 跟瓜子瓶似的 坐下坐下 你还真别说 大少爷还真不傻 她说得对呀 是有这么几分道理 你想想 好像说得是的 大小姐 大小姐 二少爷 茗玉 干吗 你现在身体虚弱 不准出去 谢谢你的关心 不过从今以后 你还是多关心 关心你的狐狸精嘛 茗玉 你为什么老把她说得那么难听 难听吗 难听吗 苏茗玉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你明明知道 那个狐狸精是什么人 却还在心里爱着她 你还在帮着她 苏老师 你知道自己在干嘛吗 是为虎作伤 是助纣为虐 听显玉 我认为虎许 她说得шее 是什么 尊? 你也会找到 这个狐狸精 当关心的 那对 如果她说得到 你的狐狸精 其实她说得多 你慢点 三太太 五姨太来了 您真会挑地方 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这儿 看看水 让自己清静清静 人哪 有时候一辈子都搞不清楚 什么样的日子 才是好日子 连三太太您 都没搞明白吗 那你说说看 什么样的日子 才是好日子 这好日子嘛 穷人没吃没喝 肯定不是好日子 这富人呢 又总是怕别人摩财害命 总是提心吊胆的 这样也不是好日子 真正的好日子应该是 吃穿不愁 内心平静 无忧无虑 可这世上 不管是穷人也好 富人也好 谁能做到 真正的无忧无虑 人人都想无忧无虑 可人这辈子 最多追求的 是功名和荣华富贵 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 静下心来 追求内心的平静 你不是也一样吗 你知道什么样的日子 是好日子 可你追求的 却不是这样的日子 这又是为什么 您这个问题问得真好 这世上大多数人都明白 该怎么活着的道理 可事到临头 越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自己越想去做 到最后只剩下了痛苦 其实我们这些人啊 生下来该做什么事 该做什么样的人 一早就注定了 文强 就像这水里的叶子 他想往哪儿去 游得了他 你小小年纪 就把事实看得这么透彻 我真是佩服你 三太太 您不也早把这事实看透了吗 这苏家 处处都藏着在乎 您为什么不走呢 我想走 可走得了吗 那么多千丝万缕的事情 缠着我 就是有天大的本事 我也走不了啊 这其中最大的事 应该是担心别人 把那笔秘密的财宝 给拿到手吧 走 大少爷 您来了 老板呢 在里边呢 于大脑袋 于大脑袋 大少爷 有事远赢 有事远赢啊 甭跟小爷来这套 你什么意思 想整死我是吧 这 这 这话说哪儿去了 大少爷 有什么事 咱屋里说 别来这个 今儿把事说清楚啊 六爷的事怎么回事 大少爷 您先消消气 去我慢慢跟你说 六爷要买马桥印人厂 和地 我说不卖吧 他说问我为什么 你知道 六爷咱得罪不起 是吧 不过大少爷 你也知道 我绝对不是那害人的人 你就是那害人的人 我也不怕了 我还告诉你 你给六爷的东西 六爷给我了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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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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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四太太 哎呦呦呗 摔死我了 都什么事啊 那么火急火燎的 干什么一起来找的 你那么火急火燎的 找我来干什么呀 摔了我一脚 摔死我了 哎呦 干什么 这里东西带了吗 什么东西啊 不是我给你那东西啊 哪个呀 我给你那个 哦 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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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给余老板看看 这 这给他不太好吧 你认字还是我认字 给余老板看看 不管怎么说 我们一直合作得不错 你想做苏家的当家人 也做上了 我想做苏家的当家人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这还用细说吗 你精心安排了 一环又一环 让苏家人都恨我 逼着我从 当家人的位子上下来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您真是太高看我了 您突然决定 不做当家人 连我都很吃惊 其实我这也是在帮你 如果你继续做当家人 他们一定会和你斗到底 到时候 连您自己性命能不能保得住 都很难说 哼 这不是你安排的吗 那你不恨我呢 我说我不恨你 你信吗 我佩服你的聪明才智 如果不是许多心机挡着 我们是能成为好几位 可是我们相互之间 需要提防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只能是对手 可对手不影响合作呀 我帮你做了当家人 我希望你不要恩将仇报 恩将仇报是小人 可有仇不报也非君子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跟你有仇吗 我没说你和我有仇 我只是随便说说 那你就是和苏家人有仇吧 那您倒说说看 我和苏家人有什么仇 有什么仇 我现在还说不出来 可你是来复仇的 我已经猜到了 猜到了还跟我合作 你就不怕到最后连你也被害 人做事情总得顾眼前 眼下我遇到了很多麻烦 总得度过去 将来你是不是要复仇杀了我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 不过我要告诉你 你的复仇计划 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也许会一败涂地 总之 事情不到最后的结果 是分不出胜负的 所以我们还是先合作 慢慢走着瞧 好 这 这哪儿是我写的字句啊 这不是啊 不是什么 这 这是 这 是什么 这就是一段顺口溜啊 是什么顺口溜啊 我念给你们听听啊 大麻子有病 二麻子瞧 三麻子买药 四麻子熬 五麻子买板 六麻子定 七麻子坐地 放生蚝 哎呦 我的大哥哟 你怎么说死就死喽 你还欠我半个挡火烧 哈哈哈哈 这什么乱七八糟 有本有眼看 就这么写的呀 没骗我 哎呦 我的大少爷 我哪敢骗您哪 没这么耍人的吧他 董菜 什么人 五毛 哎呦 让等一下 伸鹏 一 Lab 伸鹏 有什么好 伸鹏 把啥东西 小贼 出去了啊 敢玩枪了 有子弹吗 上好糖了 我知道 得罪人了 那是要造报应的 开枪吧 我无怨无悔 老东西你怎么这么丑容啊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信不信 我相信 我相信 来 开枪 开枪啊 你的手抖什么呀 六言 六言 小贼 你看我 我的手就不抖 六言 在云台镇 我杀的人比你吃的鸡都抖 六言 六言 我这次忍栽了 我原来以为我是个英雄 其实我从命令就是个大怂人 这儿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耍我呀你 好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是说 没把六言放在眼里吗 你不是说 我说在云台镇 我六言 我六言也得距离三分吗 我略是小技就可以要了你的命 小兔崽子 听好了 云台镇 那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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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拉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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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永亮 去 走 我转身一看 那个姓翠的 已经躺在我旁边了 原来是严探长 开枪打死了他 严探长为什么要救你呢 严探长以前也救过我一次 但是他救我 绝对不是因为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而是因为五姨太 和他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这两次 与其说是严探长救我 倒不如说 是五姨太救我 那他为什么要救你呢 这就不清楚了 上次我被那个姓翠的追赶 后来逃到你们家院子 他就帮过我一次 我问他为什么帮我 他说 因为我是苏老师的学生 那倒是有可能 我儿哥很爱他 苏老师爱五姨太 这 这辈分也不对啊 他不是五姨太 那他是什么人 这我也不知道 两年前 苏老爷是去过一方五姨太的 可是谁也没见过 一个多月前 一个女子带着一具无头尸 来到我们家 说是老爷被土匪杀害了 于是 他就成了五姨太 待在了我们家 那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五姨太 五二哥很肯定他不是五姨太 他是个很理智的人 他说不是 那一定不是 那他 就没有什么家人吗 听我娘说 五姨太确实是个孤儿 没有任何亲戚 可我觉得 这个女人来到我们苏家 一定是有着刻骨的仇恨 踏实来报仇的 那苏老师 怎么可能爱他呢 鬼迷心窍了 茗玉 你是不是 心里面很难过 周荣亮 我告诉你吧 我爱我二哥 你爱你二哥 你不要大惊小怪 我们不是秦雄男人 不是秦雄男人 你们俩不是一个父亲 他的父亲是肃老爷 我的父亲 是一个我不愿意提起的人 你们家的事情可真够复杂的 老五叔 二少爷早 老五叔 那天晚上的事还在生我气啊 那天晚上的事啊 不生气 我知道 你们是跟我闹着玩的 你们想 吓唬吓唬我呗 你想啊 在咱们苏家院里 你和大小姐 是心眼最好的人 你们怎么会 舍得把我弄死啊 老五叔 这些年 你对我们一直很不错 可我不明白 为什么那天晚上 问你子桃的事 你就是不说 你究竟是什么人 二少爷 五一太的事吧 您就别问了 问 我也不会告诉您的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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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